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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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时间 現在在中環 今天走到中環 經過這裡 順便去探望一位朋友 一位是香港相當獨特的攝影界朋友 假如要我數的話 靠攝影作品 自己的作品 能夠找到食物 而且找到大茶飯 我數來數去是香港只有他一個 華人雞 這位朋友 受他所托我不開名 我本來在上高拍片 被他軟距 他不知道是不是怕人抄搖 我不知道 這位朋友 我認識他很多年 不是太熟 因為我所有朋友都不太熟 為甚麼呢 我是一個埋手工作的人 所有朋友 除了相識於美食 那幾位 一年都有吃一次飯 喝一次茶 其他人我都很少見面 所以攝影界 這位朋友 我在這十年見過他 三幾次 算多了 有一次 這次我來過兩次 這次是第二次 他在另一個店 坐很久的 照片很高 他去過一次 其他場合都見過一兩次 十幾年不多 但在我的攝影界朋友中 都算多了 為什麼要說這位朋友呢 這位朋友就是 我第一次見他 其實不是見他的 我第一次知道他 我在一個偽虛 在一個偽虛的地方 在哪裏不說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歡 就是擺地攤賣攝影作品 講起來也是上一次 香港那麼大鑊 沙士 在沙士期間 我就很罕有地去到一些 比較 自己平時少去的地方 在那裏見到他擺地攤賣相 都不算地攤 是推一架車 我已經說錯了 推一架車仔賣相 當時我見不到他本人 我很少在香港見過這樣的賣相 在紐約我見過 在紐約我見過 在紐約我見過一些藝術家 推一架木頭車 在上高賣的作品是有的 在香港我第一次見到當時 我覺得為什麼攝影作品應該在Garry 應該在畫廊 怎麼可能那些攝影作品 放在木頭車那裏賣呢 在香港我真的未見過 我當時很驚訝 我就拿照片來看看 那些照片不能夠很大觸動到我 為什麼呢 因為那類的照片 街頭的照片 我覺得很多人拍到 他很敢拿出來賣 我看一個名字 我是不認識這個名字的 我很驚訝 但我記住這個名字 在若干年之後 我慢慢就知道這位攝影師 很努力地 原來他已經由危虛上了舖 然後若干年之後 慢慢慢慢上到山頂 漏出來 一位很出色的朋友 他的照片都是那些照片 由小小張擺盪口的小小張照片 可能是五成七八成十 或者最大張都是 然後我看到那些照片 曬得很大張 感覺完全不同了 很漂亮很多 然後隨著日子過去 那些九十年代照片 你知道了 從二千年 剛剛過二千年 看回九十年代的照片 幾年前的照片 我沒有觸動 我看太多了 但去到我二千年問美 我看回十幾年前的香港 即是回歸前的照片 很多街道都變了 很多店舖都沒有了 然後特別在九龍城的飛機場 即是九龍城 在舊房子上都飛過 飛機的肚子的照片 那些照片 那些畫面 以前我通街都見 沒有人拍 但我突然懷念那些照片 我開始覺得那些照片很珍貴 我覺得很多人都覺得那些照片很珍貴 然後這位攝影師的照片 越賣越厲害 越賣越多 他的店舖一開一間開一間 越賣越多 很厲害 坦白說 我在香港做了三十年攝影雜誌 我見過很多香港的所謂藝術家 所以這樣說好像不對 但OK 藝術鏡的作用就是展示 但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話 你的展示 你都希望有人欣賞 所謂欣賞 除了來免費的看看之外 起碼也有些人願意收藏 不是說有一兩個Gallery 一兩個或者叫博物館收藏你的作品 你就成功 你起碼外面有藝廊賣到你的照片 我剛剛說這位朋友 他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他是不介意他的照片賣到什麼價錢 我剛剛上去看 他告訴我 他最貴的照片 很大張那些 賣到二十幾萬一張 同一張照片 曬到很小的那些 他不介意幾十元 作為禮品賣給遊客 他最重要有人欣賞他的作品 一方面做生意 做一個藝術的 藝郎的營業者 他買自己的照片 他要賺到錢 但他也不介意 起碼有人欣賞他的照片 有些客人願意給錢買大照片 二十萬不減價 只能夠越賣越貴 他是這樣的價錢去買 OK 但問題是有些遊客來買小照片 他也不介意一百元給人選幾張 他就是這樣 這樣的攝影師 一個這樣的攝影家 在香港全部是僅有的 數回頭 如果他由他二千年開始賣套 現在賣了二十年照片 在香港能夠開一間Gallery 不止一間 他可能是四間五間 即是開自己的Gallery 能夠賣自己拍的照片 以香港的照片為主 華人攝影師只有他一個 就算是香港住的外籍攝影師 自己拍自己的HatGallery 賣了三十年 半個都沒有 所以我回頭看 其實各位年青人 如果看我的影片 可能都有一些 什麼年紀都有 假如你想在攝影這條路打拼的話 你紮紮實實地持續地去拍照 然後就紮紮實地 想方法去展示你的照片 甚至銷售你的照片 假意時日的話 努力去做 不要想一步可以登天的話 你將會成功 OK 我跟你說一些商業秘密 這位藝術家 這位攝影師 中間都可以做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